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指责国际社会干涉阿富汗选举事务 与此同时他让新议会宣誓就职 卡尔扎伊在对阿富汗新议会发表讲话时说 外部干预阿富汗政治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还呼吁议员们搁置分歧 给阿富汗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定 他还宣誓阿富汗安全部队将能在2014年 接受北约领导的联军所承担的安全责任 这位阿富汗总统在联合国 美国和阿富汗议员敦促其召开首次议会会议的压力下 于星期三让议会下议院的249名成员宣誓就职 国际社会欢迎这一举措 但是塔利班发言人穆扎希德说 议会就职典礼对于激进分子来说并不重要 他说议员们是美国支持的傀儡政府的成员 感谢观看